2024年全国飞标锦标赛 5月3号至4号高雄树德科技大学 全神贯注 精准投职 锁定红心 按标命中 飞标的历史起源于在罗马帝国 那时候的士兵打仗的时候非常无聊 所以他们就用箭设计在酒桶的背面 当作他们的休闲娱乐 而渐渐的这个休闲娱乐 慢慢的缩小之后 就变成为现在的飞标了 飞标一回合是三支标 那它的游戏方式就是用这个三支标 打在我们的飞标靶面上面 飞标靶面上面都会有它的对应数字 再按照这个对应数字 所对应的把块的大小 分为两倍三倍的成绩 那我们再按照这个成绩的内容 衍生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飞标游戏 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体验飞标喔 一个飞标里面到底哪里是分数最高 很多人可能会讲说红心啊红心的分数最高了 对不起红心它是50分 那你看到这上面有这么多的号码 它是从1到20总共有20个区块 这个区块呢 T形的跟这个三角形的 它全部是每个号码的一倍区 所以你只要打在这个位置 它就是这个号码的一倍分数 再来外圈 外圈这个长盲形是每个号码的两倍区 再来内圈这个小圆圈的区块呢 是每一个号码的三倍区 所以假设你现在标丢在这个三倍区的地方 这个地方它就是60分 所以飞标把里面分数最高的位置 不是在红心 是在四个位置 17这里的三倍有51分 18这个三倍有54分 19这个三倍有57分 20的三倍60分 全部高于红心 这个就是整个飞标把上面它的分数的布置 我们先来介绍软式飞标的组成 通常由三至四个部件组成 分别是标头 标升 标杆 及尾翼 但借由厂牌的不同 标杆跟尾翼杆做在一起 就会变成是三个部件 接着讲完飞标的构造之后 我们就来讲持标 站姿 投资动作 及瞄准 像持标 我个人是三指的方式 就是像拿筷子这样 但是两指 四指 五指 或是全部这样包着 其实都可以 只要是你自己拿的最舒服的方式 就是最适合你的 站姿通常我们是以自己 惯用手的那只脚做重心脚 像我是右撇子 就以右脚 来支撑我身体多数的重量 来做我的站姿 然后接着投资动作的话 大家都是先架在自己瞄准的那边 眼睛 然后接着回拉 往前摄子飞机或投篮的方式 去做延伸 去做投资 瞄准的话 大家自己眼睛看出去的角度都不一样 但是像我自己是眼睛 尾翼 跟我的目标成一直线去做瞄准 然后接着投资出去 飞标的动作看似简单 但如果要将三指标 命中在同一个位置上的话 它是有一个难度的 而且这是需要身体的协调性 以及你的赚注度 而且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练习 如果你想要提升飞标的技巧的话 那就要多多的努力 那我们一起加油吧 Count up 每人投资八轮24标 最后以积分高低决定胜负 01减分 有301 501 701 等分数 需完成分数归零 截标必须正好归零 是01GAME的主要规则 Cricket 类似大富翁游戏 攻占15至20分 6个区域得分 射中同一有效区域3次后 该区域将成为自己的阵地 如果对手也在自己的阵地 射中3个标记 得分区域便会变成无效区域 不予计分 最后由领先状态下 关闭所有阵地者 或所有回合结束时领先者为胜 本次赛事呢 我们有大专 高中 国中 国小 以及教师组 每一个项目呢 都还有个人 团体 以及双人赛事 等等的组合 另外 我们还有业余个人赛 跟我们的职业个人赛事 甚至还有最高等级的 Pro的个人赛事 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这场赛事喔 2024全国飞标锦标赛 5月3号至5月4号 在高雄处得科技大学 欢迎所有热爱飞标的朋友们到现场 一起为选手加油